好 那麼因為NCC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 NCC撤銷中天的執照撤銷 所以工商界就呼籲說 不要再上訴了 就給中天一個公道 不上訴 你就 但不上訴也不表示叫給執照 還是要審 還是要審 但是行政院現在說來說了 說NCC只是程序瑕疵 奇怪 行政院理論 是不應該幫NCC說話的 因為NCC是一個獨立機關 NCC的決定 可能跟行政院一樣 可能跟行政院不一樣 但是我是獨立機關 行政院也沒有道理去NCC去護航 NCC是去講話 所以就可見 這已經搞亂了套了 這叫什麼獨立機關 這根本不是獨立機關 而且行政院發言人說 法院並沒有說 未否定不予換照的理由等等 牽扯一堆了 沒有準換照 只是程序上可以補證 連行政院都跑出來講 說有輸有贏 說有些NCC贏了 有些NCC輸了 所以賴斯堡說 自以為你行政院是大法官 大概什麼意思給大家聽 就是說NCC還出個懶人包 法院判決懶人包 就是說中天訴求三個 第一個就是說 不給換照的原處分要撤銷 第二個應該要準換照 第三個國賠79億 因為這三年我損失這麼多錢 法院判決是說 撤銷不給換照的原處分 是撤銷了 同意了 但是法院並沒有說 就遵循你換照了 因為法院他也不想太得罪 那個行政部門 覺得給你個面子 而且我已經告訴你 你原來撤銷人家是不合理的 等等等等 不合規定的 不合原則的 所以你重新為處分 另外國賠就沒講 就沒有說要陪你 好 那NCC就說 說因為法院說 我用的那個辦法評分標準不一樣 所以我就算用你 中天的評分標準 你還是不過的 就要說NCC根本沒有打算給他過 就是我重新審查 我還是不給你過 這就是NCC的態度 所以NCC就 中國時報就很氣 中天新聞就說 亂講 不是這樣子 說並沒有駁回換照處分 而是要發回重審 也並沒有駁回要賠錢 只是等待重審 就是要你重審 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NCC發的梗圖 還發梗圖 基本上中天新聞都去打臉 然後也問法務部長說 連九次NCC的裁罰中天都被撤銷 這個常見嗎 蔡信祥就說的確 通常行政法院都是站在政府這一邊 官官相互 像這樣連續九次確實不多見 那就表示什麼 不是高等型法院多有勇氣 是你那個處罰實在太荒唐了 太離譜了 覺得一看 這沒有辦法同意你們 這怎麼也罰人家 那個也罰人家 對不對 同樣那麼多台 別的台也有這種情況 就罰他 其他人都不罰 不是很奇怪嗎 我說因為他有人檢舉 其他沒有人檢舉 就這樣 檢舉還不容易嗎 不過可以發動一大人去檢舉 這個成個理由嗎 所以反正基本上 當天我就講說 我一看到這個新聞稿 就說NCC一定會上訴的 現在公三體叫他不要上訴 為什麼 因為他上訴以後 就算是最高說要重審 他就不 這可以慢慢拖審就是了 再拖就是了 審的權力還在他手上 實際上這個道理 當然法院是說什麼 那個辦法有改變 都不是 他就是說 因為中天當時韓流 中天報導韓國瑜事件很多 所以那一年的選舉 國民黨憲勢大贏 2018年 所以民進黨就火大了 就說你因為中天 幹嘛這樣捧韓國瑜 那就要整你 怎麼整 就說因為很多人都檢舉你 我就說你違規 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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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罰你 然後這個罰了以後 就要罰這個 因為這個罰的是 這個罰要比較重 這個罰比較重 這罰更重 然後最後就是說 因為罰太多了 罰這麼多 取消資格 就是這樣撤銷 他其實就是這樣 你現在這個罰的都已經 失去了 不罰了 那不是應該給他執照嗎 你有什麼道理不給他 就還是不給你 就是我就是不給你 做梗圖告訴你不給你 其實就是這樣子 來 玉芳兄 你知道我有朋友 對中天不是沒有意見的 對蔡衍明不是沒有意見的 然後他們的看法裡面 很多時候都是比較偏綠的 可是在中天這件事情 我有兩三個朋友告訴我 這是不可以的 因為你去看美國立志 看日本的立志 看歐洲立志 沒有這樣子 因為坦白講就用政治理由 去破壞 然後去關掉一個電視台一樣 是沒有這樣子的 我們常常講 你知道美國總統 大部分都不喜歡媒體 因為尼克森 可是尼克森敢不敢動媒體 不敢 拜登呢 你想他會喜歡Fox嗎 福斯嗎 不會 因為福斯主要是支持川普的 共和黨 可是他能夠怎麼樣 川普後來選上總統 川普更不喜歡的人 CNN他不喜歡 紐約時報不喜歡 法治民報不喜歡 川普真的狂人了 可是這個狂人也不敢動 最多講說Fake News 這是假新聞 他也不敢關人家 也不敢動人家 想都不敢去想 你日本也如此 你東南亞就講東南亞 好了 我們常常覺得東南亞比我們落後 有哪一家電視台是這樣被關的 而且是在全台灣收視率最高的 前面那幾個電視台的 其中的一個 你因為意識形態原因 因為政治理由 你把人家給關掉了 NCC是非常不應該 蔡清祥部長我是一點都不認識他 但是他有勇氣講到說 回答自民眾的話說 九次的裁法被撤銷 確實不多見 我認為這個 多少我們在他身上看到一個瘋鼓 因為他是執政黨 任命了法務部的部長 你在國會的殿堂裡面 你講這樣的話 你是得罪綠軍的人 所以我想蔡部長至少說了一個 我覺得我們應該替他喝彩的 這樣的一句話 來 范瑋 我想這件事就是像我上次講的 因為媒體是第四權 在民主國家非常的重要 所以關於就是說 媒體的這個審查的部分 當然是需要非常的謹慎 而且絕對是需要超越黨派 NCC就是說那一次的委員 是怎麼決定 我並沒有去細究 我想針對這一次 我是請助理 就是在我來之前特別查了一下說 這一次這個部分是怎麼樣 先講其實高等行政法院 目前我們在幫 據說我們在教育文化委員會審法條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 行政部門 譬如教育部是非常的謹慎小心 因為他們知道現在任何一個申訴 其實民眾都有權利去走這個 就是說行政法院都有可能被駁回 過去教育部也有被駁回的例子 你只要有個地方沒有依照規定 或者類似說會議紀錄 或者說什麼東西沒有公開等等 或者時間錯了 其實都有可能是不算數 要求你重來 重來到底會對誰有利 這也很難講 我是覺得說這一次的確是 NCC是還滿沒有面子的 因為他被要求說 他有一次的那個 所謂的給分的比重 應該要照什麼哪一年的 所以這個比重要調 NCC後來也要跟大家說明 他是說就是用那個 重新要調過的百分比的話 中天還是不及格 這是NCC公開告訴大家的 但是就是說其實中天也還沒有贏 因為就是關於他的國賠案 中天認為就是說國家應該賠他79億 這個部分也沒有贏 那就是說法院也並沒有說 NCC要給他這個執照 所以後續怎麼樣的話 那我是覺得至少我們知道就是說 高等行政法院 或者我在立法院看到的部分 很多的時候就是說 他其實就是要你每個部分很嚴謹 那這部分我想 我相信就是 因為目前兩兆雙方 中天對NCC不符 那我相信法院會繼續再讓大家看到 最後的結果 聽證部門很離譜 第一個羅秉承 羅秉承他也是律師 而且是非常資深 很優秀的律師 然後他就說法院沒有在 只是做程序 只是做這個程序瑕疵 沒有否定原來不予換照的實體理由 但是他的程序瑕疵 就是他最大的瑕疵 而且你作為行政院的發言人 你怎麼可以去評論一個 你怎麼可以去評論 高等行政法院的一個判決 而且NCC作為一個獨立機關 你行政院跟這個NCC的距離 應該是越演越好才對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NCC也很離譜 NCC講說我就算是照這個 原來的標準 因為這次法院的判決很清楚 就是說你換照的評分的標準 你應該是依照之前的 而不是突然要在這個 審照之前的時候 你根據一個新的 所以他說你這個程序有問題 他說就算是用原來的標準 也是不會過關的 你怎麼知道 你們NCC不是合意制嗎 不是要尊重這些委員 他們開會的意見嗎 會也還沒開 你們也還沒決定要怎麼樣 進行重審要怎麼樣做 你這個NCC的這位官員 你是以什麼樣的立場 來對所有的委員下指導期嗎 這完全就是莫名其妙 所以那天照先講的就很清楚 你說是恢復特徵組對不對 然後廢除NCC 我覺得NCC這麼的 這麼的現在看起來 這樣子強詞奪理的 一定要在這個案子上面 非去跟中天槓到底不可 他完全就是因為 體查上意 就是大老闆二老闆 通通都希望他這樣做 我一定在本節目講那天下午了 說我如果當總統 恢復這個特徵組 撤銷NCC 特徵組恢復 民進把他廢的 大官甚至總統 部長貪污 通通抓起來 現在你看放縱派系分章 搞什麼一塌糊塗 光電這個那個 搞什麼樣子 就這樣子分章 所以我講說 人家原來說 今天馬祖生對不對 人家說開廟真好 很多人很羨慕開廟你知道嗎 那個信徒招奉 現在開政府最好 什麼比開政府更好 老闆 我覺得藍營這邊就不用講了 綠營跟中間偏綠的人 其實一向對過去的中天 是沒有什麼好感的 但是這一次的民調 認為NCC是錯的 在綠營裡頭也超過四成 四成二 所以我覺得像 要請范委員回去傳話 這一次我真的是豪議 這是一個破口 這個選舉年 你如果讓羅秉成這個講法 一路拖下去 然後這個案子不屌結 然後不給人民一個交代 這個一直傳你 當然老百姓對這種言論自由 對中天的事情 就比較沒有那麼猛 那麼有殺傷力 但是你這個在那裡養 都會把它養大了 養大就好像臨時間開始的時候 也覺得臨時間那個沒什麼 小意思 要養大拚這麼大 沒人想是不是 你就知道 你真的會後果難以收拾 所以這個案子 我跟你講民進黨要小心 就是說回顧到2018年的確 中天我在旁邊看 中天報韓國瑜 新聞是比較多 是多 你可以說他沒有做到 充分的平衡 但是民進黨那些台 那些綠台 民視三立 不是更有自由五不及嗎 如果說要中天因此 直戰應該取消 民視三立不是都應該取消嗎 年代不是都應該取消嗎 對不對 而且他還那麼多台 對不對 他只有一個台 所以你總是要公平 只要你能夠允許民視三立連帶 那麼綠 那麼偏民進黨的候選人 就說打那個顏寬恆 整個幾個月就每天晚上打 對不對 中天就算是偏一點又怎樣 這也是另外一種平衡不是嗎 中邊看